那80岁从生理学上来讲的话 他绝对是老人 称得上一个老人 所以从我的医学的背景告诉我 你根本就是一个老人 但是从心理学的一个角度来讲 我为什么要作为一个老人 这个时尚对我来讲 并不见得就是说 外表的而已 你现在戴个这么这样的帽子 而是你大脑里面 你跟这个社会到底接轨了没有 你可以用好奇心 你可以去学习你根本不懂的事情 我希望我还有剩余价值 我的生活我就给你们看 赤裸裸的让你看